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牌橱柜的研发团队可谓是企业实现智能化生产的人工引擎 负责技术的小李在团队已经工作了六年 他告诉我们 眼前这个橱柜通过三面封闭的造型布局形成负压 让油烟不会扩散 而在设计时 究竟几面的造型可以达到最佳冷烟效果 团队反复试验了数十次 这个可升降的台面 为了确定它的高度范围 研发团队进行了长达一年的人体工学试验 对于金牌的信息化智能化转型 人是引擎 而大数据则是血液 走进生产车间 若干条自动化生产线早已代替了木工的悄悄打打 现场需要人工作业的步骤不多 2012年开始 公司大力建设车间数控和数据采集系统 创新的条形码管理 让所有零件信息都可以一键扫描 通过信息与设备的对接 使每个环节都有大数据平台进行跟踪 这样就大大解放了人力 像质检工作 从前需要许多人共同完成 现在也由机器取代 检测出的数据将自动上报电脑系统 企业在全球拥有上千家门店 生产板块的员工却只有不到500人 和金牌的生产线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还有厦门华联电子 华联电子主要以生产研发各类家电的控制面板为主 这是极其精细的技术活 这块面板上布满了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贴片元器件 过去这样的贴片工作由人机共同完成 相当耗费时间 而现在则全部由机器完成 一旦产品有问题 电脑就会自动提示 检验员扫描确认后再反攻即可 在智能仓储间 每个货位都有二维码与系统相连 组成物联网 这样一来 想要找到某个原料 就不必在仓库中抓虾 只需要在电脑中输入它的信息 货位指示灯随即亮起 作业员可以按灯取掉 光这项作业就提高了仓储容积率达30% 2015年以来 这个智能化项目生产率提升46% 运营成本降低26% 单位产值能耗降低17% 通过这两年我们的实施 带来的效益是很明显的 2015年人均产值大概只有35万元左右 到2017年初步统计 可以接近50万元的不良率大幅下降 我们统计了三年 节能减后大概有降了15%左右 企业的创新发展 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市的智能制造水平 这次入选国家级示范项目的福建企业 共6家 厦门就占据了4家 包括金牌橱柜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华联电子智能家电控制器智能制造 盈去科技物联网智能终端智能制造 玉京光电电子产品光学镜头智能工厂 加上去年首加入选的 红性电子柔性印刷电路板智能化生产工厂建设项目 我是有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项目5个 根据厦门市智能制造13-5发展规划 13-5时期 我是电子信息 卫浴橱柜等重点领域生产装备数控化率 将达到70% 将建设10个智能制造样板工厂车间 形成5家骨干智能装备企业 和若干重点工业软件企业 累计将实现机器换工2000台套以上 实现厦门制造 今天学习贯彻挡了19大精神 市委宣讲团继续深入基层 深入浅出 结合实际的宣讲 推动19大精神 在基层干部群众中落地生根 今天上午 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郑月林 为市职机关的干部职工 宣讲党的19大精神 他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过去五年历史性成就 和历史变革等方面 对19大精神进行系统阐释 和深入解读 市职机关党工委近200人 听取了报告 台上的宣讲既全面系统 又突出重点 台下干部职工听得认真 备受鼓舞 大家表示 今天上午 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讲师团团长苏秋华 为市属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 宣讲党的19大精神 他围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9大报告内容 主题 主要成果 重大战略思想战略部署等方面 深入浅出的进行解读 宣讲用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 把系统的理论融入到实际工作中 国有企业干部职工纷纷表示 获益匪浅 大家表示 要以19大精神为指引 做好本职工作 推动企业发展 为厦门五大发展示范式建设 做贡献 我们还会要求所有的高管 我们要层层宣讲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在学习贯彻之中 紧密的结合企业发展和改革的 实际的情况 那么推动了在国资监管的智能转变 还有在整个推进 我们国有企业服务国家战略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这个保障民生方面 做出一些新的贡献 今天下午 市委宣讲团成员 是环保局局长何博兴 来到同安区进行了宣讲 他从党的19大主要精神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新部署 以及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三大部分进行深入解读 浦安区约400名干部群众 在现场聆听了报告 大家纷纷表示 要自决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 届时把19大精神贯穿到 推动赴美同安的建设中去 本台记者报道 福建省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经省政府批复同意 日前正式引发 规划实施后 省内基本行程 相邻城市一小时可达 以福州厦门为中心 一到两小时可达 按照规划 厦门将建设成为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多条高铁和快速铁路项目的起点 都在厦门 届时厦门到广州 可高铁直达 到温州只需要一小时四十分钟 按照规划 我省中长期规划的三纵六横铁路网格局将全面形成 全省将以福州厦门为核心 福州与西南地区 厦门与中北部地区将高速便捷沟通 全省整体构建形成高速快速 城际 朴素 货运等多层次便捷化的铁路运输体系 对于厦门市民来说 今后从厦门出发往浙江杭州 温州 江西南昌 赣州 广东 广州 深圳等地 所需时间将越来越少 往浙江方面 规划的福温高铁 北街在建杭温高铁 预留沿海高铁 南连在建福夏高铁 和福高铁 线路全长313.8公里 其中福建省境内207.3公里 届时从厦门出发 将一路高铁直达温州 宁波 杭州等地 到温州只需要一小时四十分钟 比现在时间要节约近两小时 往江西方面 南昌至厦门高铁 在福建经过光泽 少武 顺昌 南平 三明 沙县或游西 德化 安息 至厦门枢纽 福建境内规划新建线路 全长约410公里 杭州经龙岩至厦门客运专线 是夏宇高铁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划线路自杭州地区引出后 经江西安远 巡屋 福建五平 上航 龙岩 张州至厦门 规划线路福建境内全长约300公里 项目建成后 厦门与南昌的旅行时间将缩到三小时以内 往杭州的时间也将比现在缩浅一半 往广东方面 规划的张善高铁建成后 从厦门出发往广州深圳 将具备全程高铁直达的条件 厦门往深圳的号时 将从四个多小时缩短到两小时左右 在规划中 祥安机场将串联起全州和张州两地 依托夏张泉二一线 衔接起厦门高企站 祥安机场 近江站 利用既有线路北接全州 规划线路长约60公里 依托二三线 衔接起高企站 厦门站 张州开发区 南接张州站 规划线路长约88公里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 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要求推进绿色发展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质 我是正以实际行动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请夏天来介绍一下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为了进一步改善 我是静岸海域的水环境 我是近日制定出台了 厦门市九龙江到厦门湾 污染物排海总量 控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切实加强点源 面源 移动源等入海污染物的治理 方案按照山顶到海洋 海陆一盘旗的理念 实行流域海域一体化管理 目标是让九龙江 厦门湾水环境污染 得到全面有效的控制 水环境质量稳中趋好 受损的重要生态系统 基本得到恢复和重建 基本实现九龙江 厦门湾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方案提出了多项工作举措和任务 在陆地方面要落实陆源排污控制治理 港口码头入海污染物治理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城乡环境卫生治理 在河流上要落实溪流综合治理 而在海域方面则要落实船舶排污治理 渔港环境治理 海漂垃圾治理 违法采杀取缔 海洋工程监管等工作 我们市的话 就是结合我们市的情况 那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市里面 正在开展这个垃圾分类工作 正在堆行的 然后还把我们这个海域的 这个海漂垃圾的这个机制建设 然后以及我们到2020年 要实现这个全海域的这个保洁 这些内容也都涵盖到里面了 据了解 这一方案涉及我是发改 农业 市政园林等多部门 目前各单位正在置顶相应的落实方案 其中在处理海漂垃圾治理这一问题上 已经成立了厦门湾海漂垃圾 应急处置协调小组和执行办公室 并建立了九龙江入海垃圾 漂移轨迹模型 实现每天九龙江入海垃圾 漂移轨迹的预测预报 为海上沿岸的保洁 提供科学组织力量的依据 在海上保洁队伍这一方面 是由这个海上防卫帐也是成立了 它目前也是保洁的范围 也达到了这个62平方公里 在推进这项工作 目前今年的话在海舱区 他们也建立了 也是根据这个方案 他们也建立了自己海上保洁的队伍 所以它这个 而作为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 海舱湾暗线整治工程 一直在持续稳步推进之中 记者从海舱成建集团了解到 经过一年的种植与修复 127万株红树已经成林 生态环境改善作用已经显现 上午9点多 正值海水的低潮位 从高空俯瞰海舱湾 成片的红树林 整齐地生长在陆地与海洋交界处的 滩土浅滩 海浪 飞鸟 红树林与小渔船 构成了一幅美好的生态人文画卷 项目负责人告诉我们 这一片片分布在海舱湾海岸线 及岛屿周边的红树林 是海舱湾暗线整治工程的 重头戏之一 整治初期用了60万立方米的淤泥 进行人工造地 打造出适合红树林生长的环境 之后再由专业团队 选择适合海舱湾生长环境的 树种秋茄进行种植 海舱湾红树林这一块 种植时间是分为16年的 四五月份种了一批 还有16年的 十月份种了一批 加上今年17年 四月份种了一批 总共是分了三批建设 现在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整个海舱湾的水质 是得到明显提升 然后生态链也得到修复 海舱湾暗线整治工程 南起松鱼码头 北至海舱大桥 暗线全长约6.4公里 海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 作为国家海洋局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 整治工程包含 暗线整治 海域清淤 景观提升 湿地重构 及生态修复等内容 截至到目前 已完成休闲广场 3.1万平方米 清水站桥2400米 清水台阶400米 人造沙滩 4.5万平方米的建设 种植红树林127万株 面积约25.4万平方米 这上百万株的红树林 已经构成了一道 绿色长城 不仅守卫着海舱湾的 生态环境 同时也给市民游客 打造了一个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培养下一代的 生态环保意识 记者今天从 市绿化管理中心了解到 我是在学校推广建设 植物科普角 生物科普角示范点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鹦鹉斑鸠在枝头鸣唱 三两只蝴蝶 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耳畔还不时传来 阵阵蛙声 连龙小学的这个 生物科普角通过 微妙微笑的鸟类 蝴蝶模型展示 图说青蛙生长过程等形式 寓教于乐 不仅补充了 书本教育的局限 也为校园环境 增添了一抹绿意 校方介绍 这个生物科普角 今后将有四五年级的学生 轮流管理 我们就打算 把这 以这个生物科普角为点 把这一块的休闲区域 以及我们之前 学校已经建成的 这个菜园子 串起来 做成一个生态园 作为孩子课后休闲的 一个地方 此外还是孩子们 科学课和综合实检课的 一个课外的延伸 据了解 市律化管理中心 通过走访学校 结合学校实际 因地制宜 合作建设 校园绿化示范点 目前已在我市 四所学校推广 并将以每年 两到三所学校的速度推进 16 17年这两年 我们重点是 做这个学校的 那个植物角 或者生物角的 这种示范性建设 把一些墙角 把一个立面 这些空白空间 给它充分利用起来 一方面提高 我们的绿化率 通过这种绿化 让他们增长见识 然后从小孩子开始培养 这种绿化的 这种兴趣 爱护绿化的 这种意识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今天上午 2017中国厦门 企划展 在厦门美术馆开幕 260件 精美的企划佳作 展示了这两年来 全国企划领域的 艺术成就 和以往不同 本次开幕式 通过一场 别具一格的 民族音乐会 配以六幅历届 期划展金奖作品 获奖艺术家们 现场讲述创作故事 让观众更加了解 期划艺术 特殊的制作工艺 精致华丽的艺术表现效果 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 驻足欣赏 据了解 本届 期划展 共征集到 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作品 1109件 经过严格评选程序 最终共有 260件作品 入选参展 这些作品也体现两年来 全国期划艺术的创作成就 与发展趋势 作为中国期划最高级别的单项展览 中国厦门期划展 每两年举办一届 展览自2013年落户我市以来 已成功举办两届 共展出期划精品400多件 除主题展览之外 本次活动还同期举办了 市美术馆馆藏期划精品展 福建省小福期划精品展 等9个配套展览 以及公益大讲堂 研讨会等系列活动 本台记者报道 为了有效解决 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 共同呵护厦门的高素质 高颜值 狐狸区发起六药六不要倡议 推进实现 文明骑行 狐狸全覆盖 无论是被揭小巷 农贸市场 还是交通药道 公园绿地 近段时间 经常能看见 身披文明骑行 狐狸先行红色肩带的 文明骑行志愿者的身影 他们主动整理路边 违规停放的共享单车 劝阻不文明的骑车行为 还在人流量大的 车站校园等地 宣传六药六不要 文明骑行倡议 在整个湖里区掀起一股全区覆盖的 文明骑行宣传之风 共享单车是作为一种新的交通工具 解决了居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 那在实际的使用当中 有很多居民 他是没有按照正常的规范来使用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活动 引起大家的共鸣 让大家都知道要文明出行 文明共享 骑车的话 就是要自己要 走在那个自行车道 你不能跟机动车抢 然后停车的话 就是最好是找那个 有公共一起 可以集合停在一起的 不然你随便乱放这样子 第一点影响那个行人 第二你如果停在路边 会影响机动车 据了解 湖里区在所辖的五个街道 都成立了文明骑行志愿者团队 并广泛发动中小学校 公园管理部门 社会团体与社区对接 帮助居委会 解决人力物力等问题 开展特色督导活动 下一步 湖里区还会在40个语音文明督导路口 开展文明骑行宣传活动 在语音里 增加文明骑行的宣传内容 及时纠正一些共享单车不文明行为 本台记者报道 节目最后 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从今天起 12306网站及手机客户端 开放微信支付功能 这也是继接续换乘 以及自主选座功能后 又一个便民心举措 此外 11月26号 厦门北站将首次开行 至郑州东的高速动车组 高2046次 今后 它将每天7点07分 从厦门北站出发 于当日17点58分 到达郑州东站 全程不到11个小时 较此前的朴素列车 缩短了11个小时 目前 这趟动车已开始对外售票 2017吉美新城荧光夜跑 将于12月17号下午2点 在吉美新城市民广场 拉开帷幕 这次夜跑活动 将由互动游园会 五公里夜跑 和终极演唱会 三部分组成 并新推出海洋球趣味跑 密室穿越等项目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更多内容 请关注厦门广电的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